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修正的幅度还蛮剧烈的 怎么样看待 当然这里面我们特别来留意一下 各位也可以把这个顺序 就把它记起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 基本上以整个这个入股跟港股的一个整个市场来看 我们觉得是国企优于恒生的 还是国企优于恒生 对 然后恒生是优于上阵的 那在上阵里面又变成50优于180 180优于300 然后小不如大 对 因为我们去看最近的整个 这就是过去陈彦你在这两三个月一路走来的趋势 对 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不一定啊 第七期的不是会补涨吗 然后落后的不是会跟上吗 可是我们来看 就以昨天来讲 跌幅最深的是深圳A股 那深圳A股里面当然包含了所有的股票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深圳中小板 A股跌了3% 深圳中小板跌了2.62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深圳100跌了2.15 所以在深圳里面是越小的跌越多 然后再来看的时候 变成是180 180 300 护升300是跌0.7 护升300是上海跟深圳合起来的前180档 所以其实也是大型的 对 然后上升180是跌0.05 但是上升50是涨0.78 以昨天来看 然后当然昨天整个来讲 国企是跌多一点 跌了0.94 然后恒升是跌0.75 但就整个线图跟表现的一个机会空间来看 其实国企的部分还是优于恒升 那所以当然就说 就整个市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趋势面而言 因为现阶段来说 确实国际资金 然后以及内地的机构的资金 其实整个他们在掌控市场的 的这个幅度 这个比例也好 然后能力也好 其实都是越来越高的 加上我们在看最近 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资金 尤其是在上周 流入这个内地市场的资金是变多的 就是说我们在讲南水 北水就是指内地的资金 南水就是在香港开户的资金 他们就是把大陆的资金称之为北往南 香港的资金就是南往北 那这个香港的资金 其实开始有比较多进入到内地市场去买A股 那我们在想 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一个观念 就是说未来MSEI把A股纳进去 就今年嘛 那那进去以后依照外资的习惯 他们绝对是买大不买小的 也就是说这么多股票 我哪一个 我哪会每一个都认识啊 而且说实在的 因为我上礼拜去香港出差嘛 所以没有跟大家在线上聊了一下 那其实去那边 真的就都是外国人啊 每一个都是养种人啊 大家在那边开会聊天啊 这时候就知道自己英文要多练一点 然后其实大家 你不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 你是清华大学 交通大学 对啊 你这样子 有所交大的声望 不会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英文是还不错的 所以我们去那边 那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这么多外国人到香港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关心内地的市场 那他们真的懂这些公司吗 所以他们还是得去参考MSEI的报告 所以这么一看 然后他又会把国外的交易习惯带到这个市场上来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像最近 整个大陆市场的一个板块 什么的资金流向的比重是增加 什么是减少 制造业在减少 那制造业本来就是内地比较重要的产业 有点像我们的电子业 对 可是什么在增加 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 那一直以来其实 国际的资金对金融股一定是比较熟 而且金融股的能见度也比较高 因为他们是最早到全世界去 对 现在如果你说到全世界 到香港 大家看得到 也看得懂的 而且比较能够用国外的语言去解读这些公司运运状况的 其实还是金融股 对 因为他们好像是在20102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香港 挂牌上市 所以这是国际上面比较熟悉的中国大陆公司 对 比较看得懂 而且也比较似乎可以用财务报表 财务数字 然后去计算 那它的价值我可不可以买进 因为毕竟国外还是走这一块 对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最近整个金融的成交比重是大幅度的一个攀升 那尤其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说包含 比如说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这几个 然后中国平安保险 所以大量的资金其实流 大部分流入 尤其是在我们在讲上个 包括中国平安保险 对 大量的资金是流入到 这个就我们讲北上 北上的资金是流入 然后呢 而且流入的部分呢 尤其是以这个 这个大型的金融类股为主 所以这样的推动下 当然就会造成小不如大 大优于小 就50 因为金融股都在50里面 180又优于300 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惯性 我觉得在今年的整个市场的操作的逻辑思维上 还是一样 那为什么最近突然整个好像就是说 怎么突然之间 那有的人搞不好真的跑去 因为投资人有时候他还是习惯 就不听话嘛 喜欢用他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来操作的时候 他跑去买小的 因为看大的我不敢追了嘛 因为涨这么多 说真的 这一下子不到一个月期 这个大型的ETF也是涨很快 那他跑去追小的 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说 剩的交易是不多 所以反而这些小的股票 他会想要赶快换现金啊 周转啊 就会甚至资金的调度啊 反而又会出现农历年前的一个卖压的一个效应 就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 不管是两岸都一样啊 就是农历年节的这个 封关前的卖压 不会是来自外资 而是会来自于内资 因为内资才有过年的资金调度的问题 外资都是长期 相形之下 比较长期持有 所以反而没有封关前的卖压问题 对 那因为这个上海的休市是15号 2月15号 他们到除夕才休市 对 然后香港是16号 香港是16号 他们除夕还交易啊 因为他们 他们其实只是觉得 赚到了 又跟中国新年一起放个假 他们那边的想法 因为他们两 就是香港 因为他们圣诞节也过很久 对 洋人的假也放 华人的假也放 其实香港是最过瘾的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确实要 当然就是说 那以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 这些ETF 你才刚进去 如果已经 只有一段时间 照我们很早 我们去年 在谈 你就已经赚了至少十几%了 我看 如果是两倍的话 更多 更多 那要不要做个调节 当然我觉得稍微调整一下 入带尾安是OK的 那我觉得卡住的是说 最近才刚进来 投资的 投资人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去处理 因为追了 然后还没赚到 然后你又说 过年了 又要 所以有时候这里就会有点 我们讲 乘以起虎难下 我觉得 但是最近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处理呢 坦白说 农历年前的震荡 我觉得要有心理准备去面对 所以是在 我觉得是需要面对的 农历封关年期 这个礼拜 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周 未来 就是下个礼拜 因为这就是最后的 几个交易日了 因为下下礼拜一就不关 就5号到9号这一段 绝对会面临到震荡 那只是说 大的股 大的ETF 我们就稍微 就是抓一下把手 安全弹系上 然后我们就跟着摇吧 好 那 所以但是那个趋势不变 所以上证50 优于 护身180 优于护身300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 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 那如果说是 这个H股的话 那更优 对不对 但是震荡难免 要有心理准备 对 非常谢谢 陈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